今次一眠百貨公司的大減價真的很划算 我當然無法喝手 買了很多玩具和文具 嘩嘩嘩嘩 不過我都不收拾 我買了牛扒 三文魚和雞翼 到時煮一餐給大家吃 其實我自己最想多謝提子你了 因為你經常都會幫我們宣傳防騙意識 而且提高大家的警覺 多謝你 摩摩廚 其實我也是做份內事 料理村的大家真是幸福 經常都吃到你做的美食 其實提子你隨時回來 我隨時都可以煮食給你 一定 有電話 這個電話號碼沒見過 提子提提你 遇到陌生來電一定要小心 因為有機會是詐騙電話 如果有懷疑 記得打防騙意熱線18222查詢 謝謝你提子 經常提我的 知道 收到 喂 喂 很久沒見了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你是誰 蛤 我 不好意思 真的不知道你是誰 是我啊 以前和你讀同一間學校的 哦 你也是讀我們料理村的那間 Yummy Yummy 學校的 就是咯 我們以前經常都一起玩的 想起我是誰了嗎 啊 蛤 難道是海膽先生 是呀 我兩年前去了米米國生活 哦 怪不得了 沒有你的消息 我遲些會回尿里村 到時再跟你聯絡 哦 也好啊 好啊 好啊 到時見 拜拜 哦 原來是我舊同學 海膽先生 我覺得 這個海膽先生很可疑 哦 為什麼啊 他一開始不停叫你 猜他的名字 這個是騙徒常用的手法 目的就是要冒充你的朋友 嗯 其實可能他想跟我玩玩而已 是啊 有時呢 蓬莫公主都會特意打給我 然後叫我猜她是誰 那我認識了她這麼多年 我當然知道她是誰了 那倒是呀 我這麼晚沒見她 聽到她的聲音 我真的未必認得的 何況可能真的玩玩呢 時間都不早了 我差不多要回家了 我也要回家了 好了 拜拜了 太子 兩日後 蓬莫公主 摩摩廚 料理村新開了一間遊樂場 裡面還有波波池 泡沫車 還有好大的沙池 我們不如一起去玩吧 好啊 好啊 讓我叫蟹蟹棍主 多點人玩會開心一點的 嗯 不如叫象針家族 當然好啦 叫誰好呢 叫一個很喜歡和大家一起玩的 就叫他啦 Modu Modu Moku Moku 無限開心 變成無限可能 大家猜猜這次 我會找誰出來呢 大家好 我是好喜歡和大家一起玩的Choco 是不是各位小朋友都猜中了 真是厲害了 Choco啊 我們一起去新開的遊樂場玩吧 好啊 聽說這個遊樂場很大 我想去很久了 Choco 嗯 嗯 喂 你好 這裡有Immi速遞 你有一件包裹 但不合乎規格 需要矯交罰款 蛤 我沒買過東西 為什麼會有包裹呢 這件包裹是玩具來 你是不是之前上網買了玩具 忘記了 蛤 我沒買過玩具 對呀 那可能是朋友買來送給你的呢 對呀 差不多到我生日 可能有人想給我冰箱 應該是啦 但現在的玩具有部份零件 不合規格 要交罰款才可以再送給你 蛤 那怎樣交罰款啊 你把200元 進去我一會兒 送給你的銀行戶口 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你啊 拜拜 不用客氣 拜拜 那我要快點交罰款才行 那我們和你一起交罰款吧 嗯 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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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提子啊 不如我們去拍短片 去提醒大家要提防騙子 好啊 你這個提議很好啊 咦 泰泰郡主還有提子啊 你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討論 究竟用什麼方法 可以提高大家的防騙意識 你們為什麼會過來的 我是來交罰款的 什麼啊 罰款 嗯 之前有個電話說有人送份玩具給我 不過份玩具的零件不合規格 所以要我交完罰款之後再送給我 提子提提你 在電話騙案裡面 騙徒會利用不同的藉口 叫受害人交罰款 而包裹不合規格 就是常用的藉口之一 但是呢 怎樣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交罰款啊 很簡單而已 打個電話去速遞公司問一下 就可以知道真假了 嗯 那我現在立刻打了 快點快點 好啊 你好 陰兒叔弟 你好 我想問我有沒有一個包裹在你們公司 麻煩你給我這個電話號碼 12346789 請等等 不好意思啊 暫時沒有處理的貨件是屬於這個電話號碼的 蛤? 那好吧 謝謝你 哇 幸好你沒有交到200元的罰款 提子好多謝你提醒我啊 不用客氣 提子提提你 遇到陌生來電 一定要小心 騙徒可能會冒充速遞公司 政府機構 或者銀行的職員 用不同的理由 叫你提供個人資料 甚至叫你繳交罰款 嗯 我以後都會小心一點了 三日後 稍後我就會放手 我們要在不動到其他竹籤的情況下 就拿一支竹籤上來 那誰拿得最多就為之贏了 嗯 我開始了 哇 我先示範一次 這支 嗯 加油啊 摩摩拳 是x3 嗯 這一支啦 好 到我了 我拿這支 啊 啊 好了 嗯 到我了 我拿這支 啊 啊 有電話啊 喂 我是海膽先生啊 哦 海膽先生啊 什麼事啊 我在米米國 掉了一本護照 現在回不到鳥梨村啊 你可不可以幫我啊 哦 好 好 好 可以怎樣幫到你啊 我想申請回鳥梨村的護照 但是要有人證明我是鳥梨村的居民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證明啊 可以的 可以的 沒問題 沒問題 是 太好了 一會兒我把連結給你 你填回資料進去就可以了 好啊 好啊 你盡快發給我 謝謝你啊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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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麼快就收到連結 好啊 好像也有很多東西要填啊 哇 那名字啊 電話號碼 身分證號碼 住址 連銀行名和戶口號碼都要填啊 是 摩摩廚 我覺得這個海膽先生 真的很可疑啊 你肯定他真的是你的朋友嗎 嗯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真的有一位海膽先生的同學 不過很久沒聯絡了 所以不太記得他的聲音 那你還有沒有跟海膽先生 有聯絡的朋友啊 嗯 有的 有的 有一位帶子哥哥跟他很熟 那不如你問問他 海膽先生是不是真的 在米國發生了問題啊 喂 對呀 帶子哥哥 哇 摩摩廚啊 嘿 我想問你 記得海膽先生嗎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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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兩年前離開了我們料理村 是不是去了米米國啊 哦 沒有沒有沒有 我突然想起 想知道他近方而已 是啊 是啊 怎樣啊 哦 這樣啊 好 好啊 好啊 先謝謝你 謝謝你 拜拜 怎樣啊 帶子哥哥怎樣說啊 嗯 他就說 海膽先生兩年前 是離開了料理村 不過就不是去了米米國 是去了水水國啊 剛剛上個星期回來而已嘛 他們還相約一起去喝茶啊 那就是說 這個海膽先生是打武的啦 幸好你沒有填到資料而已 Choco 這次真是多謝你啊 提子 可以阻止到騙案發生 我也覺得很開心 但長期都要提醒大家 要小心陌生的來電 尤其是來電有加852 或者境外的電話 就更加要提高警覺 有懷疑就要打防騙意熱線 1822 大家都記得就太好了 Yeah 這次幸好有提子在這裡 否則你和摩摩廚都會跌入騙徒的陷阱 嗯 騙徒都會經常利用電話 來找目標人物 如果我們見到陌生來電 就一定要小心啊 沒錯啊 騙徒無孔不入 我們絕對不可以隨便在電話裡 透露個人信息 更加不可以隨便入錢落陌生人的戶口 那就可以減少被騙的機會啦 Yeah